《文之施利菩萨》 我們今天先講一下文之施利菩薩 文之施利菩薩是很大的一位菩薩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他稱呼他 叫文之施利法王子 表示在這個菩薩當中 他是佛的長子 那麼在所有的這個經典當中 可以講起來文之施利菩薩 還是佛的師父佛師 他也是一個古佛來轉介 變化成為菩薩的身 其實他是有佛的這個來歷 有佛本身的來歷 在密教裡面呢 我們很重視這個文之施利菩薩的修持儀軌 文之施利菩薩他有很多的這個修持法 像文之施利菩薩 像文之施利菩薩的往生法 文之施利本尊 還有五 五級童子的文之施利菩薩法 很多的這個修持的儀軌 在密教裡面呢 很重視文之施利菩薩 因為啊這個文之施利菩薩的這個 他本身的變化聲也是很偉大的 大威德金剛啊 甚至是文之施利菩薩本身的這個變化 這副教啊這個副法啊 文之施利菩薩都是發揮了很大的這個力量在裡面 那麼我們這一次去這個印度跟尼佛爾 也有一個很啊一個傳說 那尼佛爾的首都是加德滿都啊 啊加德滿都 原來這個加德滿都啊是一個浮啊 是一個lake很大的一個lake 很多的水 那麼傳說是文之施利菩薩從西空中下降 把一座山啊的中間啊用刀子 文之施利菩薩的劍啊這樣一劈下去啊 就劈了一個轟 啊那個轟啊非常的清楚 好像用刀子這樣子 用劍啊這樣子砍下來就砍了一條轟 那麼這個湖水就由那個轟啊這樣流走 以後才出現一個這個啊彭帝 一個一個一個彭帝 那個這個彭帝是什麼呢 就是尼佛爾的首都啊加德滿都 加德滿都的傳說啊 他呢原來是這樣原來文之施利菩薩下降啊 把他那個砍了一個山洪以後水流出去以後 他才形成的一個一個首都啊這個傳說啊當然是靠啊 啊比較神奇一點 不過由此可以知道啊這個很多的佛教徒 所有的很多的這個佛的這個信徒都很恭敬文之施利菩薩 啊那麼我本身也到過這個山西啊五台山 那真的這是文之施利菩薩的道場 每一個寺廟裡面呢都供文殊 文殊菩薩很多種形象的文之施利菩薩 甚至有文殊菩薩的這個啊 啊萬佛殿萬佛寶殿 全部都是文之施利菩薩的 啊那個道場啊也是很殊勝很莊嚴 我們也有也想到啊去到山西五台山的時候啊 想到這個西陰老和尚 從普陀山一直拜到山西五台 然後我到這個五台山的時候啊 發覺從太原寺啊到五台山就要五六個小時的車程 那西陰老和尚是從浙江普陀拜到山西五台 那個山也是很高很雄偉的 每到冬天也是積雪的 我就想說這個 這個拜佛的這一種天成的那一種 那一種心智啊 實在令人這個感悲 我從山下從五台山三下拜上去啊 我都覺得很難 何況是從普陀山拜到這個五台山 而且當中還發生還發生了一個很神妙的這個這個傳奇 西陰老和尚在這五台山下得到病 很辛苦 身體非常的虛弱 那麼有一個這個 蓋形啊好像是一個老人啊 那麼 來幫助這個西陰老和尚 就給他要吃啊 還幫助照顧他一下子 西陰老和尚很感謝他就問他的名字 他說五台山的人都認得我 我叫文吉 文吉 老和尚上了這個五台山啊 找遍問人家說有沒有文吉 沒有一個人認得 他說大家都認得 結果其實人家都不認識這個文吉這個人 到最後這個西陰老和尚才想 文之施利菩薩不是啊 文諸菩薩妙吉祥嗎 文諸菩薩妙吉祥 不是文吉嗎 這個菩薩度化眾生啊 很微妙的 他說他是文吉 原來是文之施利菩薩妙吉祥 文之施利菩薩 文之施利菩薩是還有一個很偉大的菩薩 他也象徵著知慧 象徵著一個知慧的一個象徵 這個文殊菩薩度化眾生 那他也顯化在密教裡面 他顯化中哥巴祖師 中哥巴祖師 就是文殊的發生 很多的這個啊 仁波切他們都很喜歡講 他是文殊菩薩的發生 文殊菩薩很多的發生 在很多的這個西藏佛佛裡面呢 大家都很喜歡講 他是文殊菩薩的發生 那麼中哥巴本身的知慧 當然呢 他學習了很多的這個密教中派的這些知慧 集中起來 他匯集啊 可以講他匯集了所有的知識 他創立了這個皇教 創立了皇教 他可以是講是這個 藏密裡面的一個改革 一個改革家 一個改革家的 那麼大家也是講 他本身是文殊菩薩的這個發生 像我在講這個 密宗道次第廣論的時候 中哥巴祖師也獻像 獻了法像 獻像來加持 看得非常的清楚的 那麼中哥巴祖師的上方 又有文殊菩薩 那我修的副法 大威德金剛 上方也是文殊菩薩 所以文殊菩薩 跟我們真的是很有言 大家深入精湛 要祈求文殊菩薩 放光加倍 我自己本身經常觀想 文殊菩薩的 文殊菩薩很好觀想 他永遠都是這一首 拿著一支寶劍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來回 trave 他讓我們玩 在朵幟 再翻譯 嗎 可以consens